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说的,这康熙皇帝整顿三军,兵发三路出兵克鲁伦河,要与这嘎尔丹决一死战 康熙皇帝认为这国土北方平定相当的重要,因为在大清国的北方并不是什么友好邻邦 这沙皇恶国虎视眈眈的看着西伯利亚、蒙古以及远东的大片土地 所以大清北部的蒙古地区,如果是铁板一块,就不会让这俄国人有可乘之机 但是显然不是,这嘎尔丹呢,明显是个脚屎的棍子 他不但不贴心于大清,而且呀,总是做着那个恢复蒙元帝国的梦 所以这康熙皇帝下定决心,这次出兵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就在1696年,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得到奏报 这嘎尔丹呢,现在在八岩乌兰一带游牧 康熙皇帝认为,这正是剿灭嘎尔丹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这八岩乌兰呢,实际上这会儿是大清的版图 因为就在几年以前,多伦会盟以后 这多伦的众家大韩呢,都归辅了大清 被大清朝正式册封为了王爷 您也得记住啊,也就是从此以后啊 这漠北漠南盟国可就没有大韩了 这些韩王们自此都受到了清政府的册封 从此啊,就改叫什么亲王啊,郡王了 喀尔丹蒙古全境画进了大清的版图 现在嘎尔丹所游牧的八岩乌兰呢 那就是喀尔丹蒙古的属地 所以呢,现在嘎尔丹的这种行为 清政府就完全能定义为入侵 大军进脚啊,那理所当然了 就在当年的二月三十日 康熙皇帝告继天帝家庙设计太岁坛 排列仪仗,领着中路大军出毒尸口 可就奔着八岩乌兰地区来了 书中代言,这支大军呢 那可都是皇亲国戚朝廷重臣 广是前锋营六个大营 就由康熙皇帝六名皇子统领 六名皇子是各统一营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啊 当了皇帝的雍正皇帝 现在的四爷印针 这大军出了毒尸口之后 那行军是相当的顺利 这老天爷的是真给康熙皇帝面子 风和日丽啊,很适合行军 这百姓们呢,当地的牧民 单时胡将以营王师 这皇老爷子心里自然是美的 可是啊,也有一些担忧 他就觉得啊,这中路军呢 如此速度的行军 肯定与东西两路不雕不一致 这大军为什么兵分三路去进脚卡尔丹呢 为的就是啊 给这个卡尔丹呈合为之势 一旦呢,这中路军行军速度过快 被这卡尔丹侦查到情况之后啊 那可就只有两种可能了 一呢,就是这卡尔丹呢 喝出破头撞金钟 哎,跟你这个中路军呢 就拼了 那这皇老爷子就在中路军当中啊 那这肯定是危险呢 哎,绝对不能让这皇上啊有任何的闪失 那其次呢 也许啊,这卡尔丹看到这个大军一来啊 他就害怕了 他就逃跑了 赫石望东,赫石望西 这就是康熙皇帝为什么分三路军来出击的道理 那两路可以顺势截杀 这就叫做何为呀 正在这皇帝担心中路军行军速度过快 两军跟不上的时候 好消息来了 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奏报 这西路军于4月24日能够抵达吐拉河 27日就能进入巴烟雾兰 正式的进入战斗状态 这消息有好的也有坏的 东路军传来的消息是啊 看样子在5月以前抵达战场的可能性啊 几乎没有 这还是客气的 那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啊 这东路军六月份能到就算不错 这东路军呢 是从这个东北来的 由这个抗俄名将萨布素统领 率领着一万六千人队伍 这只队伍的路啊 那更难走 怎么呢 得分大兴安岭 东北的好朋友肯定都知道 这春天东北的天气就是这样 这山上啊 有雪平地返江 你可能啊 穿着担褂在平地行军呢 到了山上啊 刚是半山腰 这暴风雪可就来了 要和这中原比起来啊 那比冬天还冬天 可是到了平道呢 看似啊 是平整的路面 你往上走吧 一走啊 噗哧炫进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啊 这冬天 这土地冻上了 那就是平路 到了春天化了 那底下就是泥江 那这部队呢 骑马 这马线淤泥是最不好办的 应了那句话咯 众老马线于淤泥中 老畜生不能出题了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派出侦察兵 发现这会儿 嘎尔丹呢 他的动向 是沿着这库鲁伦河呀 逐步慢慢的向西游牧 这康熙皇帝呢 觉得这样啊 对清军是有优势的 即便这东陆军赶不到 这中陆军呢 也能按照自己的既定方程 穿插到准盖尔部队的东南部 这一下子就截断了准盖尔军的两方退路 西陆军再掩杀过来 也能对嘎尔丹形成合围 所以这康熙皇帝干脆就下旨 让这个萨布素啊 带领这一万六千人 找水草丰美之地呀 你那儿啊 马先养肥了 人先安顿好了 等待后援 大军先不动了 就在那原地待命 刚安顿好了东陆军呢 这会儿前方又来消息了 具有探马来报啊 说这嘎尔丹呢 现在集结了两万蒙古骑兵 这是自己的亲随不重 不但如此 还向北边的沙皇俄国 借了六万的哥斯克骑兵 就要在这卡尔卡蒙古草原之上 和这个大清国是决一死战 这个闷啊 我不跟您破 我可以直接就告诉您 这纯属扯燥 可能啊 这沙皇俄国在整个远东的兵力部署 也没有六万 并且又有前方尼布楚条约 与这大清啊签订的条文 是绝不能再资助蒙古的反清势力 所以说这嘎尔丹呢 和这个沙皇俄国借兵这事啊 哎 纯属是子虚不有 不过这消息啊 传到了康熙大营之后 一下子可就轰动了 谁先害怕了 这帮子皇亲国戚朝廷众臣们 为首的就是他的舅舅佟伯伟 还有啊 就是他的殊老丈人索图 再加上大舅哥明珠这群人呢 是紧的劝 管这群文臣劝也就罢了 这其中啊 还有这武将伊桑哥 劝什么呀 让这个康熙皇帝赶紧回师 留西路军进脚 意思意思啊 跟这准干人干一仗 也就完了 康熙皇帝听到这些话之后啊 怒声气下是大骂众人 都不是眼里深吃那么简单了 是流着眼泪怒骂呀 康熙皇帝说呀 大将军飞扬谷 与镇军约其夹击 兼镇军施约即还 则西路兵将如何 还经后 何以诏告天下宗庙设计乎 对呀 这皇上说的有道理啊 我跟这西路军大将军飞扬谷 约好了在这啊 夹击嘎尔丹 现在呢 刚一听说呀 对面兵力雄厚 我就先撤了 先跑了 等到这飞扬谷跑到这之后 徒劳勿返 让嘎尔丹逃窜呢 这还是小事 如果说这西路军中了这嘎尔丹的计 再让嘎尔丹消灭了 那我对得起这西路军的领军大衰 飞扬谷 对得起这些八旗将是吗 我这么着搭了个脑袋 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北京城 我呀 如何面对天下的百姓众臣民 怎么到这个设计坛宗庙当中 去告计天地 告计祖宗啊 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这帮的众臣国戚们呢 哎 那都是浣海臣服多年的老手 见皇上如此生气呀 知道怎么劝也劝不了皇上班师回朝了 所以呀 只能顺着皇上走 这一下子 这康熙皇帝的气啊 才算消了一些 没对这群人兴施问罪 可是这会儿 这康熙皇帝心里也想了 既然是这样啊 前方这个情况不明 赶尔丹呢 可能呀 手握重兵 所以呀 更得等着西路军一起 赶到之后 夹击着赶尔丹了 可是这会儿啊 又出问题咯 西路军飞扬谷发来快报 说这四月底到达呀 可能性不大 看样子得五月出了 那为什么呢 您看呢 这东路军呢 路不好走 因为呀 他得翻约大清安岭 这西路军可也不是一马平川呢 他们得越过大漠 并且还遇到了 征负征梁种种问题 这废阳谷啊 有一句话还没敢明告诉皇上 即便是五月初 能够赶到战场 也是先头部队先到 后续大军是逐渐发来 康熙皇帝得到废阳谷的奏报之后 没办法 只能是等 于是 先派出自己的皇长子印之 和领队大臣索徒 为先锋到前方去侦察动静 如果遇到 盖尔丹的部队 千万不能应战 只能采取守势 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即可 当然了 最好啊 别让对方发现 有了军事动作呀 还得安抚三军 他跟那些大臣们说呀 扣虽耗十万 朕将用策 亲御 以机制 华说你们别着急 这敌人虽然耗称十万呢 你们也不用担心 真是亲政 我自然有办法呀 击溃敌军 活捉 盖尔丹 那这康熙皇帝 什么办法呢 这康熙皇帝 是要探探呀 这盖尔丹 是不是真的有两万精锐骑兵 再加上六万的 哥斯克骑兵 于是 这康熙皇帝 就决定啊 派出使者 给盖尔丹写信 去侦察一下 虚实 并且在这期间呢 无论是 卡尔卡蒙古的一些贵族 当然是向着 清朝的贵族了 还是一些呀 归顺了清朝 新向大清的喇嘛 都抓到了一些 盖尔丹的俘虏 把他们呀 献给了康熙 这康熙皇帝 一审问呐 这心里呀 倒是多少的 有点踏实了 怎么呢 因为呀 俘虏这些人呢 虽然身份低下 都是一些底层的 牧民的士兵 可是 无论怎么审 也没人知道啊 有这个六万 哥斯克骑兵全来援助 卡尔丹这件事情 另外 还审出来呀 这卡尔丹呢 虽然号称有两万骑兵 实际上啊 真正能打仗的骑兵 不过一万人 剩下的呀 全是随军家属 一些老弱牧民 即便这样呢 这康熙皇帝呀 也不敢掉以轻心 决定啊 这该派使臣 还是派 康熙皇帝亲笔 给卡尔丹写了封信 信的大致内容就是 明明白白的告诉卡尔丹 正宫我率领三道大军来了 来干嘛呀 揍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呀 不好好地载你墨西蒙古待着 你为什么又跑到了墨北蒙古啊 正所谓的金石不同往西 这块地儿啊 已经不仅仅是啊 卡尔丹蒙古铸王宫的牧场 那么简单了 现在这是大清国土 你这种行为啊 就叫做入侵 叫做侵略 你如今已经被包围了 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你自个儿啊 颠弄着办 说到这儿 康熙皇帝又话锋一转 说不过呀 咱们也不急 哎 你呢 和我多沟通 咱们互相理解 慢慢谈 咱们总能找到一条啊 和平解决这件事的出路 其实这就是缓兵之计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应该就已经完全坚信了 哎 这卡尔丹根本就没有 六万哥斯克骑兵的援助 那这皇老爷子还怕什么呀 他怕卡尔丹跑咯 所以呢 他就决定再给这卡尔丹拴个套 让他呀 更相信这康熙皇帝 御驾亲征 已经把他包围了 什么套啊 他把抓来的俘虏全放 不但放了呀 每人还赏给这一套 段子挂子 外加上一匹丝绸 并且这康熙皇帝亲自训话 让他们赶紧回去 告诉他们大汗 赶紧投降 就当啊 这康熙皇帝 这一道道计谋 摆在这卡尔丹眼头了的时候啊 这位蒙古大汗呢 哎 他懵了 首先说 这是不是真的呀 这康熙皇帝 真能放着这北京城 忧郁的生活 跑到这大漠隔壁 来围剿我吗 再者了 你说兵翻三路 携大军十几万 哎 我信吗 你有那么多兵吗 不行 我得侦查侦查 我得瞧瞧 于是这卡尔丹呢 就领着自己的亲随 爬上一个山头 想要登高啊 瞭望一下清军的大营 这一看可了不得了 这清军呢 旌旗招展 秀带飘扬 绵延了数里 在这中军之中啊 皇上的皇帐龙旗 环绕漫城 外围网城 均荣山里 这卡尔丹一看呢 扭头就回了自己的大营 就在当天的夜里 二话不说 跑了 也慢慢寸 第二天呢 正赶着大草原上 罕见的大鱼 康熙皇帝 只能在这一天呢 停兵不前 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 什么事啊 等到雨停了再说吧 又转过来的第三天呢 这康熙皇帝派出探马 去侦查 卡尔丹的动向 这探马 到了卡尔丹的军营 一看呢 慌了 赶紧催马 回到自己 清军的大营 说这卡尔丹呢 以不知去向 营带当中 空空如也 这一个喘气的 都没有了 这康熙皇帝 一看 又这哪行呢 本来是想啊 震慑卡尔丹 在师混兵之际 他没想卡尔丹呢 这么康 又是两万蒙古骑兵 又是六万哥斯克骑兵的 即便不是真的 惺惺作态 也得跟着 康熙皇帝 比试比试啊 可是没想到啊 自己的大军 刚一亮相 哎 这卡尔丹就吓跑了 那么说实际上 这卡尔丹是吓跑了吗 哎 我跟您说吧 也是 也不是 首先说啊 这卡尔丹呢 没有那么多的兵 他有多少兵呢 一万左右 加到部众一起呀 可能有不到三万人 真正能打的 这一万多蒙古骑兵啊 也不能全线压上 一起冲锋 为什么呀 还得留下来呀 保护部众的兵力 在这说呢 卡尔丹这种应对呀 也不一定就是逃跑 咱们早先早就说过 卡尔丹呢 这次对付清朝大军呢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小部队来呀 硬面刚 你呀 还不一定打得过我 大部队来呢 我这儿啊 就轻其吸扰 然后准备下埋伏圈 一口一口的吃掉 一直就耗道啊 你粮食跟不上 后勤补给不了 要么就是让我耗死你 要不然你呀 就乖乖撤兵 总之有个三五回的 你也就放弃了 卡尔卡蒙古这片土地 哎 就归我准嘎尔了 那这现在的情况 显然是卡尔丹跑了 这康熙皇帝只能下达命令 给我追 追呀 追不了 那为什么呢 现在呀 负责押送大军粮草的 于成龙于大人呢 哎 这粮车还没到 好几万人全员压伤 去追卡尔丹 这粮是跟不上 看样子 这卡尔丹 六万俄罗斯火器兵的事啊 那纯是子虚无有 康熙皇帝 看了看 卡尔丹这一片狼藉的营地 就将圣祖皇帝起居住所载 卡尔丹慌忙撤军 营地中丢弃了无数的财物 蒙古包 鱼钩鱼王 笨重的铁械火炮 就连这个佛像啊 哎 都撇下了 那走得有多慌忙呢 打开这锅里一看呢 这里边还有羊肉汤呢 那这好几万大军杀到这了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也不能干瞪眼的 看着卡尔丹就这么跑了呀 于是临危受命 把这个领事 为内大臣马斯嘎 火线提升为平北大将军 挑了又挑选了又选 带了两千精兵 揣上二十天的口粮去追卡尔丹 这大军呢 只能在啊 原来卡尔丹的营地驻扎 等着这个援军粮草的到来 那么说这大军有好几万人 这亲命平北大将军马斯嘎 为什么不多带些兵士 去追击卡尔丹呢 哎 带不了 粮是不够那么多 所以呀 就只能带着两千人 这两千人出发以后啊 这皇上心里可就不做主了 这两千人能不能追得上 卡尔丹呢 即便追上了 两千人又对付得了 卡尔丹对付不了呢 现在呀 唯一的希望就是 平北大将军马斯嘎 追上卡尔丹 从西路赶来的费阳谷大军迎面而上 两下包抄 这样的卡尔丹呢 可就跑不了了 可是这西路军到现在也没有阴心 这定数全靠天 这事就不免让人担心了 其实啊 这康熙皇帝担心也是多余 这大将军费阳谷 还就真跟着卡尔丹呢 撞上了 并且就在昭穆多 这一战成功 卡尔丹呢 主力 尽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